蒋介石后来在他的日记当中 他也这样认为 最后国民党军在东北的彻底失败 就是因为这次没有继续追尖林彪 白冲鞋也认为 当时你不应该停下 继续追着林彪打 就不会有东北被我军最后全面解放这么一个结局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他继续追赶 东北的局势就变天吗 欢迎观看 帅客评论历史 我是帅客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 四平保卫战失利之后 蒋介石如果继续追击 国共不下达停战协议 那么林彪顶得住吗 东北的局势会变天吗 了解这段的历史都知道 1946年5月18日 经过一个月的敖兵交战 林彪决定撤军四平 在这种情况下 杜宇明分左右两路大军 开始追击东北的民主联军 这样就形成东北民主联军可以说是千里大溃退 这也是东北战场局势上最低谷的一个阶段 那么这两路大军分别占领了辽元 长春 一直打到松花江边 再打下去就是哈尔滨了 结果这个时候呢 国共下达了停战协议 我们很多军事人员分析这个的时候都觉得如果停战协议不下达 国民党军继续追下去 那东北局势不会是后来这个样子 包括蒋介石后来在他的日记当中 他也这样认为 最后国民党军在东北的彻底失败 就是因为这次没有继续追尖林彪 种下了这种失败的重因 白崇熙也认为 当时你不应该停下 继续追着林彪打 就不会有东北被我军最后全面解放这么一个结局 帅克想说的是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他继续追赶 东北的局势就变天吗 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我们看杜玉明方面 他在攻打四平的时候 他实际上是十个师对林彪的十四个师 实际兵力我们并不战列师 但是因为他有飞机大炮 武器装备他有综合优势 打了一个月林彪不得不撤走 但实际上杜玉明他的伤亡也不小 后来他包括把长春包括辽阎打下来之后 没打下一个地方 他都要分兵把守 也就是说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熬战追击 他呢也已经到了强有之末 就是说他的兵力也已经不复使用 他的兵力是毕竟有限 所以说他停在松花江那儿 他在追击他也没有这更多的力量 我们再反看一下林彪 你以为林彪他就是光一味的撤退 以他对战场局势把控的这种精准 他一直在思考着反格一击的问题 因为这种千里大溃的有各方面原因 其中还有我们的一个作战科长投敌叛变 把林彪的整个部署都搞清楚 这也是林彪被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已经又离杜宇明进攻哈尔滨 他在这时候要抓战机 准备打杜宇明一下 当然了停战令一下打杜宇明没有达成 国攻都没有达成 如果我们现在再看 即使杜宇明把哈尔滨攻占下来 帅客以为也没什么了不起 为什么呢 在哈尔滨的东北面还有加姆斯 西北面还有七七哈尔 也就是说在后面还有苏联 林彪的战略纵深回旋一地 依然还很大 所以回过头来看 当年杜宇明没有追击 继续攻打哈尔滨 反而不一定是坏事 他去攻打哈尔滨 即使攻占下来 东北的局势也不会变天 说是停战 协议一签 蒋介石当了宋湘公 把这个机会错过了 致使最后给林彪喘息的机会 所以最后导致东北这样的一个战军 我认为这是站不住脚的